請坐 請坐 昨天穿著我後天穿著我 不要拿那一套來嗎? 有啊 昨天不是穿外套嗎? 出去走著太難 可能因為有點緊張 請坐 上禮拜我們講後鏡 面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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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鏡跟面鏡 透鏡 是實相 另一面是實相 面鏡 透鏡一定是實相嗎? 透鏡一定會有實相嗎? 不一定 透鏡跟面鏡差別在哪裡? 透鏡跟面鏡差別在哪裡? 一個光鏡可以穿透 透鏡是光鏡可以穿透 面鏡是不能穿透的 比較大隻 你打到自己人 打到自己人 幹嘛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扣鏡 扣鏡的話我們要複習一下 這是一個鏡子 這是一個玻璃 哪邊是鏡子 這是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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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鏡子跟玻璃 Sorry 然後 三顆了 我現在的光線呢 從這邊進來 我光線進來之後呢 碰到玻璃 它會怎麼辦? 偏離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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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離反射還是 你說什麼? 光線進入玻璃 它會有一個折射現象 當然會有部分反射 我們來試試看 但是還有一部分是會進入玻璃裡面 對 這個很簡單嘛 這是玻璃 這是光線 光線會透過玻璃 沒有問題 會透過 會透過啊 你的手就會有發光啊 透過啦 可是 有部分反射 對 有部分反射 所以你看 上面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兩個光 這個光就是反射的光 這是透色的光 有沒有 可以看到嗎? 差別 對 很好 所以我們的光 光的玻璃 只有一部分反射 反射就是反射定律 什麼是反射定律呢? 什麼是反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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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先畫髮線 然後就是反射 OK 先畫出一條髮線 然後 陸子的腳 等於 反射腳 這就是反射定律 哇 吵死了 這個記得吧 譬如說 又不知道要講什麼東西 知不知道 曾宇 知道 折射的部分怎麼辦 折射它原來的線軸嗎 如果戒指比較 如果這個戒指的穿過 比較慢的話 比較慢的時候 它就要偏向打線 要看線 是 慢的時候偏向打線 這就是往這邊靠 對 有差了嗎 錯 對還錯 錯 對 對啦 這可是你要把技能插 earth 有點奇怪 想讓我扛他 我以為是錯 但我就感覺到 靠直撿 你怎麼搞 畢哥 你是以為他們有姿勢嗎 沒有 要畫一條線 沒錯 你畫一條線不好 你可以先讀一下這個 這是直線 沒有直線嗎 這大概是直線 然後呢 它偏向髮線 我就知道 偏向髮線我們怎麼解釋 這是髮線 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車子的說法 像我們喜歡車子的說法 車法 對 那是啥 那是啥 那是什麼 一部車子 有四個輪子 一部車子 從上面往下看 一個簡單的車子 就是一個平派方式 服侍組 對 服侍組 這個車子呢 撞到這個比較慢的地方的車 哪一個輪墜先撞到 它撞到的 現在是左前方的輪墜 它撞到就爆炸 不會爆炸 它只是地面不一樣耶 一邊會走不一樣 一邊走不一樣 所以這個車子會先撞到 對 撞到它走不一樣 對 撞到它走不一樣 對 撞到它走不一樣 它會往那邊偏 它會往那邊偏 就會有點逆時針旋轉 對 撞到右前方的輪子也 碰撞到這兩邊的速度就會同樣 對 但是 就國際的立場來講的話 我們比較好的解釋是 因為光在空氣中跑得比較快 在玻璃跑得比較慢 它為了縮短 這個 從這邊到這邊的時間 它在這邊會走長一點 在那邊走短一點 就跟介紹一樣 跑得快 跑多一點 跑得慢 跑短一點 記不記得啊 怎麼看起來有點疑惑的樣子 我知道這意思了 OK 蛤 哇 這剛剛拿的那支比毛變成這樣 你有沒有幫幫忙 不是 一定要這樣子嗎 我做了什麼 我沒有說你啊 不過再說你嘛 不要那麼緊張 好 解釋一下 這是光都要走最遠的距離 對 最快就越快了 最快就越快了 最短的 所以人工高跑得比較快 所以它為了要快一點 所以就變裝短一點 正常直線的話呢 它從A這個點 到B這個點 假如走直線距離這樣走 對不對 光在空氣走比較快 在玻璃走比較慢 它會怎麼走 會比較快到達 會比較快到達 可是修理移動就有問題 為什麼它不是走那個 走的A是法線那條線 走法線啊 你說走這樣的距離 走這樣嗎 那 那 那 走這樣不是最快 我現在就是 這不是你的意思嗎 走法線啊 這法線 會比較看嗎 我 不是比較短 距離比較短 不會啊 因為它這邊走太多了 這已經有最佳的距離 不是直線 不是直線 直線是這條這樣直線 這條的話是B走最短 A走最長 那這條呢 是A走長一點點 B走短一點點 只有多一點點 跟少一點點 但這一條是最快的 對 但是也有可能 是這條 不可能 這也有可能 就要看它的戒指 鍋裡的戒指什麼戒指 什麼戒指 因為它的光速會差很多 還是差一點點 如果越差一點點的話 就去近這一條 差很多的話 去近這一條 好 如果說在鍋裡非常非常慢的話 會比較靠近這一邊 在鍋裡中間跟空氣中間 差不多太多 會在這邊 哇 好重 有一種液體 是乾油 它跟某種水晶 它的折射率是一樣的 就是它的速度是一樣的 老實說我們這叫折射率 比例關係比較折射率 有一種玻璃跟乾油 它的比例是 它的折射率是一樣的 所以讓它打到玻璃跟乾油裡面去的時候 你發現它是消失的 就不見了 真的假的 因為它沒有折射 它的光線這樣折射 所以你說 我折射 折射 你是什麼 折射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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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不會定時 我給我們看 好 所以說一個玻璃 它的折射跟乾油 砸相比例 我們就看過那個玻璃了 它的折射率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 沒到在說什麼 就是它沒有折射 如果說 它在這個戒指一 戒指二 戒指二 它的速度是一樣的時候 它就沿著這條線直線去移走 所以就不會反射OK 不會有折射 不會有折射 光不需要折射 它就一條線走 我們之所以覺得說 這邊有個玻璃 你看 這玻璃前後的東西 是不是會很明顯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中間有玻璃 對不對 可是當你前後看到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你會不會覺得中間有東西 不會啊 不會啊 對不對 就看不到玻璃了 就是 就是 你用不到 現在都是不好用 第一個 那個東西你要先透明 我如果身體是透明的 我的折射力跟這個一樣 你就看不到我 我如果是透明的 像一杯水透明的 你看得見他們現在那杯水 我們現在科技沒看到五十一波吧 沒有啊 沒有 你看到那杯水的表現 因為那杯水的折射力 跟空氣的折射力不一樣 那杯水的速度 我們在空氣的速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到那杯水 就好像說 有時候我們會 天氣很熱的時候 會看冤的地面 那個空氣在搖洞 為什麼空氣在搖洞 他以前會看到綠洲 不是綠洲 你會看到那個空氣在這樣 為什麼 毛洞 對 對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光的速度 在那個空氣 跟在旁邊 正常的空氣 速度是不一樣的 這之前有交過嗎 啊 這之前有交過 之前有交過折射啊 這之前有交過 那時候你可能在睡覺 我確定 現在在複習 因為我們要往下降 好 這樣折射上什麼問題 OK 沒有問題 好了 那光鞭一往前走 黃色的地方光鞭一往前走 一樣畫下打線 他出色玻璃了 他會怎麼走 直走 會沿直線走呢 還是會再折射一下 會往哪邊折射 往下看 往下 會往下一點 好強喔 會往下一點 這兩條是平行的 對 會往下 就是 他會變成 一個是偏 往裡面靠 不是往外靠 所以一樣是 左邊都是先出去 沒有錯 他會先跑比較快 沒有錯 所以這個是 一個是偏離靠近 一個是遠離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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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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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嘴 好 我現在 偏離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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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出偏離靠近好了 對 對 到我們光線一樣 這是靜靜的位置 靜靜的位置 光線呢 從這邊 進來 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太陽光 太陽光是平靜光 看到嗎 對 你可以不要這樣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認真看一下 光線走這條線的時候 它跟靜直的這個地方是垂直 像光線進來會不會有折射現象 不會 就不會折射的 因為它跟法線是重疊的 所以它就直接進來 對不對 這個地方進來 會不會有折射現象 會 因為它是斜角度 對不對 我們把這斜角度畫清楚一點 所以它法線在這裡 對 反正它是直線在這裡 光路的直線走的話 在那 請問這時候光會遠離法線 或是 靠近法線 遠離法線 光會遠離法線或靠近法線 光會遠離法線或靠近法線 靠近法線 靠近法線 崩 這是直線 法線用N代表 所以它靠近法線 所以它往對一點 對不對 Y 為 為 光會遠離法線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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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快到慢 床快到慢 床快到這條 它要更偏 它法線在這裡 你怎麼 我就不知道法線在哪裡 我就畫一下 我就假裝畫一下 那現在會有你法線 靠你法線 可以 會靠你法線對不對 oh no 好 那現在出去了 是不是要畫他的 那個界面 他的法線 法線在這裡 對吧 如果他直走呢 我問一下 你怎麼知道法線 法線就是垂直的皮面 垂直的皮面 垂直這個皮面就是法線 垂直這個皮面 垂直別人 垂直兩個之間的界面 垂直又好 他都會保健探討 各位 這是法線 法線在這裡 法線在這裡 遠離法線 這是直線進來的 原理髮線就往前爬 這條呢 一樣喔 這是斜面 結果畫得不夠洗 應該就有點斜 所以你直接把每條白色線只要花回去 反正你要的結果就是 對 我要的結果就是這樣 好 原理髮線 所以他竟然是靠近髮線 出去原理髮線 結果會讓每條的髮線 都往某個眼睛去交 所以這一點是什麼 焦點 它是 更高 所以你說 讓我們焦點 光線破光後就焦點 就是平行光線 要講平行光線 重點是平行光線 因為所有的光線都會聚焦 我們上次做過試驗 所以每次都會拿那個東西 照照照照照 然後再長一點點 對 平行光線才有喔 如果不是平行光線的話 它就不會聚焦在那個點上 對 我們現在就是 等一下 我現在有成像在後面 看一下會不會有成像喔 有成像吧 看見沒有 看不到 我看到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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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過 穿過 沒錯 我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樂場 我們再一次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燈在後面 沒有 這個燈在後面 在這裡 你看到C 這個燈在後面 後面是窗戶 看到沒有 但是這不是焦距 為什麼會那麼遠 他眼睛比較好 你可以看到 但這不是 我們看到成像的地方的焦距 因為什麼 因為這過來的光線都是平行光 不合學 他不是平行光 所以針對平行光來講 才是用焦點的焦距 所以 出動聽的部分有問題 沒有 可以寫 但是我們要往下講 所以他的焦點是什麼 就是平行光 聚焦那個點 好 平行光聚焦那個點就是他焦點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想讓他成像 成像的方式 成像方式其實跟上次的那個 凹面鏡子很類似 好 好 我們先畫出平行靜心的一條線 然後把鏡子畫出來 好 鏡子呢 為了避免這個幾何誤差錯 畫一條直線讓我們鏡子 這是 這是 所謂的角度 來 先生 你又拿著我的東西 黃佑 你接我啦 難要走到我 你不要讓他點 我看他會不會反身 沒有反身 好 好 一樣喔 現在掉到焦點的位置 好 我們還要不要說 一樣是 當然就是這個東西 當然就是這個東西 哈哈 你看看他吃出來 對 好 好 什麼上天的小人 上天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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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沒有辦法 我們先從 我們題目上要的是 從兩倍焦距外 一倍焦距到兩倍焦距間 一倍焦距內 我們要拿出 物體的成像 對不對 我們先從兩倍焦距外 來畫 兩倍焦距外 假設我們現在的目標 在這裡 OK 有這個可能嗎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兩倍焦距 一個是奧面 一個是圖面 我這個鏡子 假設他焦距這麼短 兩倍焦距在這邊 兩倍焦距外在這裡 所以假設我手在這裡的話 你看到成像會在哪裡 我們想知道嗎 其實 你不用看成這樣 好 我簡單來認證 認證 認證我就輸了 對 這個呢 有成像 因為他光線才太弱了 好 我們想辦法 不是我吧 不是你 好 光線呢 有一道光 鼻音進來 鼻音是不是光會到哪裡 教練 會到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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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通過靜心的點 會怎麼樣 通過靜心的點 會不會偏摺 不會 偏摺 不會嘛 會不會偏摺 剛剛我們講過了 這是一個平行的鏡子 我光線進去 會先摺一點點 再摺回來 是不是他幾乎是沒有偏摺的意思 幾乎是沒有偏摺 你有事 我也是 OK 你舉手 OK 所以我們通過靜心的點 是沒有偏摺的 好 所以兩個字的焦點 這邊是不是有成像 有 有 成像 對 成像是在這裡喔 軒宇 OK嗎 因為你都沒有教作業 我倒不在搞不定 你上次 後面前不懂怎麼樣 OK嗎 OK OK 是啊 對 焦距是指 進行到焦點距離嗎 進行到焦點距離嗎 進行到焦點距離 這樣我就可以 唱歌語氣 OK這樣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齁 好 那你看的話 在兩位焦距上的目標 會怎麼樣 會不會怎麼樣 兩位焦距的地方 好 好 這是 2F 對 但這條線畫的有一點弧度 我的畫線好像都會有點像弧度 因為我的軸心在這裡會有點像弧度 現在應該要畫直線了 但是畫得多一點 好 把這條線畫直一點點 好 OK 好 我們會通過 通過什麼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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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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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 可以 好 我通過 我兩倍焦距的 物體 通過進行的線 不會歪嗎 那通過進行的線是 所以呢 發尺項在這裡 那我如果在 所以剛好在2F的位置 理論上應該是要剛好在2F的位置 你試試看的話 因為這是一個全等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全等 因為腳不一樣 這條線 跟兩條線 這是內錯角 這是底邊 你剛才說是一件 一件嗎? 這三角形 我畫了兩個三角形 完全等嗎? 紅色三角形 你剛才說你不會玩 但我剛才說我不會亂照 我剛才說你不會亂照 我就說我不會亂照 你剛才亂照嗎? 你剛才說 你看在我 但你又不會說我還要沒收 不是沒收還給我 你現在已經沒收我的東西 我哪要沒收 還給我 那你繼續上課 應該也能錄影 紅色的三角形是全等 黃色三角形是全等 所以2F的成像會不會在2F的位置 有平等我意思嗎? 好 好 我們這條光線 是從 這是平移光 所以這高度 是固定的 跟我們的長度是一樣的 在平移光 好 這個角度會打到 會通過焦點 打到這裡來 好 然後呢 另外一條光線 是從這邊 通過進心 到這邊 焦點 然後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內座角 然後 這是 這是直角 這是直角 所以你看這三角形是相似的 好 另外一個呢 這是內座角 這個高路 這是直角 這是直角 所以這三角形是相似的 好 但是兩個三角形 我們發現說 這邊是一倍焦距 對這邊 這邊是一倍焦距 這邊是兩倍焦距 所以這邊有比例關係 然後 我們就可以證明是 這個黃色彩人 黃色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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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混亂 好 可憐 有點放鬆 我把它全部畫一下 畫好一點 好 好 好 講這就是A B C 然後這是A 1 D 1 怎麼樣 沒有 我覺得C好笑 C好笑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太懂 你不會動 這個三角形圈的 可不可以證明 可以 怎麼證明 因為 我知道 A C 不對 不能講A C 對啦 A C等於 C上面那一點 到A A C 我現在沒講A C 我現在是講三角形 我們這邊再加一個點 B OK啊 那是A 可以啊 可以啊 不用A F 了 這樣動了 因為 對 是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 喔唷 因為對 E C和 C D 是那個 直角 然後 D 豬B跟 VA是直角 然後 E豬等於豬A 喔 懂了 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 會相等 豬 所以 我們知道這個高度跟這個 這距離 這是一倍焦距 這是一倍焦距 這兩倍焦距 對不對 所以這距離是相等的 可不 這角度 會等於這角度 因為這是一個兩條線 你認可兩條線 直線相交 這個角度用反映這個角 對頂角嘛 對頂角嘛 對頂角相等 然後這是直角對不對 這是直角 所以直角是什麼關係 兩個直角加了一個邊 三等的話 這就是全等三角形 記不記得 叫ASA對不對 哇 學過沒有 學過 全等三角形學過沒有 學過了 今天學過吧 你說什麼 全等三角形 三等全等 怎麼證明 你知道嗎 等一下 證明的話 你用陳柏爾來說 還沒有交過 你說 哇 國一現在要學 你要學什麼 什麼是全等 國一 國二啦 你哪來國一 什麼是全等三角形 所以說 會知道的人 要拿就是 是要拿 國三日上 那你這樣很好 那不然 我就寫說 有可能 沒條嗎 好 這樣子好了 來聽聽 過來聽聽 好 我來了 這是一個三角形 是不是 對 怎麼看是這樣子 真的是 真的也是三角形 頂點嘛 頂點看起來是三角形 對不對 好我現在畫一條題件 這就是另外一個三角形 Yes 哇 這個小三角形 是 跟這個大三角形 是 哦 哦 有沒有很像 好像 這叫相似三角形 這不是相似型嗎 相似型 對啊 他 唯一的現象就是 角度 對應的角度 相等 相等 哦 相等 AAA 我們只能知道 他是相似三角形 什麼什麼 AAA A角度 三個角度一樣 三個角度一樣 我們只能說 相似三角形 沒關係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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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回來 我先把這條線移動 我如果把這個線平前往外移動 我得到新的三角形 是相似相似相條形 還是 跟我藍色的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 還是相似三角形 我這樣前後移動 什麼情況之下 會跟藍色的三角形是一樣 往後 就是移動 就只有移動 這個點上 我只有移到這個點上 得到的三角形 是一樣的三角形 我遇到這個點上 有個什麼現象 這條線等長 這條線等長 什麼 哪個詞借我 我移動這條線 我現在跟這條線交的是兩條線 這個距離叫做S 我們的距離是S 這個S是比較長 我如果往裡面移動 S變長變短 變短 我再往裡面移動 就會變短 但我看到這個點上的時候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角度一樣 可是它的線是一樣的 這就可以得到一個全等 這兩個三角已經全等了 知道我意思嗎 我不知道 好 老師不是也可以看旁邊那兩條線 也可以看旁邊那兩條線 也可以看旁邊那兩條線 任何一條線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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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如果現在只要講ASA ASA 這兩個角度不一樣 對不對 剛剛我移動這條線 我得到的線是比較短 就是這兩條線交叉的點 所得到的線是比較短 對啊 那我越往裡面移是越短 對啊 我移到什麼情況之下 會等於剛好等於藍色的三角形 就移到同一點上 對啊 所以我有兩個三角形 假設有兩個角相等 同時中間有一條線是一樣的 這兩個三角形可以說是完全一樣的 對不對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脫了 我有另外一個三角形 如果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這條長度等於這個長度 我說這兩個三角形 完全一樣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吧 是不是剛剛這樣講 我那三角形那個三個比較大 我這三角形放歪了嗎 我應該調毛だ 不是啦 我說你 7 是 pele popula 那一條三角形 我剛不講 我這個我這個 你剛不是講可以移動嗎 我剛好是可以移動嗎 我剛不是講可以移動嗎 沒有我就是可以移動 我現在移動到他 他剛好相等的時候 他是不是三角形就是一致的 背畫 對啊 就是背畫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他可以移動 我說假設 因為這邊有無限多個三角形 這邊是有無限多個三角形 那你這樣畫出來 我要找出一個三角形 跟他原來的三角形一模一樣的時候 是不是中間那條形是要等長 那我就可以證明說 假設我現在找到兩個角 是一樣大小的角 同時有一條線 跟他是等長的線 我就說這個三角形跟他三角形 是完全一樣大小 可不可以 沒比 不是沒比 可不可以 只有一個答案 要嘛就是不可以 要嘛就是可以 不是啊 我現在 我幫我說到 你講的 我常常說 你是說 這個 會等於 這個 只要他們的邊 這個 角度是一樣 角度是一樣 然後呢 長度要有一個長度是一樣 要有兩個角度是一樣 這裡 對 然後呢 然後要有一個長度一樣 對 那這三角形是哪些 這三角形是哪些 這三角形的 不管啊 對吧 對吧 對 一和三 一和三 剛剛我想要知道任何三角形 我沒有隨便畫一個三角形 先畫一個三角形 我只要那個證明說要這個腳等這個腳 你知道那個三角形 上面那個三角形 你看那個三角形是一樣的意義 有什麼意義 很多時候用的到啊 有嗎 我現在這邊用的到啦 我現在知道這個腳是直腳 這個腳是直腳 這個腳是對頂腳 對相等 這個長度等這個長度 我說這三角形全能對不對 可以啊 可以說它全能 可以吧 這個證明不是來自於剛剛這個地方嗎 我只要知道兩個腳是一樣大小 有一邊長度是一樣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這兩個腳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一樣有什麼好處 完全一樣的好處是 這個高度就會等這個高度了 是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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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手在臉 手在臉不一樣 它是全能三角形嗎 現在你都沒在聽你把那個還給我 你一直要還給我 都還給我 我哥 我只開M問把紙燒一個到 你都沒在聽啊 M問就沒有熱度啊 OK 好 那你這樣很厲害 所以這樣子全能三角形 OK了嗎 OK啦 OK嗎 OK啦 好 那我們一樣另外三角形這個 跟這個 上等 是不是又是拳折 是不是拳折在哪裏 所以我們得到兩個拳折在哪裏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往那邊移一點點 我移到一倍跟兩倍交流之間 好 我現在陳相會在哪裏 陳相會在哪裏 來那裏 要先畫 要先畫 後來就畫 你從來沒有畫過 經過進心 那就指在這裏 經過進心 然後咧 然後他就會反的 然後隨著你的心去找答案 okokok 隨著你的心去找答案 可以這麼做 為什麼是綠色的 沒有為什麼就是剛剛是綠色的 我都沒有綠色的 我都沒有綠色的 綠色比較好看 是嗎 綠色 接不到後 後面的那個勾很漂亮 我 後面這勾 後面那個有勾 在後面那條勾 看得見嗎 有看見了這一條 這條 你不知道這勾很漂亮 對 我會不會生氣 現在放棄才鬧 所以我們要放棄才鬧 我們要放棄才鬧 對 好 所以你看 這 這 這裡畫的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畫了這條線 紅色這條線 紅色這條線 紅色這條線他畫的 有沒有問題 有 有有有 好 哪裡有問題 自己畫的哪裡有問題 快點 這裡 好 應該在哪裡才對 音格 這個焦點這裡 對 OK 好 要畫這個焦點 它是這條線 重複了焦點的這條線 跟你這條紅色這條線的焦點 我看錯了 我看錯了 OK 所以應該沒問題 是看錯線而已 所以呢 我們越靠近焦點 會發現是一個星星 越靠近焦點 它的成像會在哪裡 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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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那在焦點上呢 假設一個東西在焦點上 會在哪邊成像 焦點上的線會在哪邊成像 什麼焦點 焦點的像 會在哪邊成像 情魔成現 不是情魔成現 我現在把這個物體移到焦點了 這個物體會在哪邊成像 在哪邊 在哪邊 越靠近焦點 是越外面了 嗯 它到底焦點的 你這樣會在哪邊成像 呃 陳友 會在哪邊成像 我在 在問一次 來 你來幫幫忙 我再問一次 我問你知道 什麼東西會 我把物體慢慢淋上來 它的成像位置 往外走 那我一到了 這個 焦點的時候呢 成像位置在哪裏 你用到焦點 可是它會不會就會很近啊 很近啊 很近啊 你挖個挖看 挖個挖看 挖個挖看 那我反身 那 不不不不 哈哈 跟我們反身是什麼關係 沒有啦 沒有啦 有嗎 那一樣都會進行的線 沒有啦 什麼東西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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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看錯了 可惡 你不要先 先畫這邊啊 這個是目標啊 這是物體 物體的光會怎麼走 物體的光 會誰就先走 所以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要來很遠很遠 會有焦點嗎 NO 如果平行的話就沒有 對 它是不是平行 告訴我 似乎平行 怎麼確定它是平行 好 怎麼確定平行 我們也要證明自己 也是要證明全等 你看 這個三角形 跟大家我們看 全等 好啦 全等 第一個 這邊都是焦距 對 焦距的距離 這邊等長 等於H 這個是高度很長 對 這個是不是直角 這是直角 是直角嘛 這叫做SS 這叫SAS 等於S S才一邊 我這邊有一邊 我現在另外一邊 長度都告訴你們 我告訴你們 這邊角度也給你的 這個三角形 會不會等於另外一條 這個一邊 跟這一邊 腳這邊等於這邊 這個長度等於這個長度 這角度相等 好 請問 這個三角形 跟這三角形 他們全等 會全等 OK 這就是全等三角形 全等到你會發現 這個角度也會等於這個角度 這兩條平行線 會不會跟一個 另外一條線的夾角相等的時候 這兩條線就是平行線 這問題 這平行線會不會有焦點 就不會有焦點 這跟我們剛才講 這個拗面鏡是很類似的概念 好了 那接下來重點來了 是喔 我再往裡面拋一點點 我再往裡面拋一點點 我再往裡面拋一點點怎麼樣 他就 他就 有焦點 在哪裡 徐焦點 徐焦點非常好 在哪裡 你掐 你閉嘴 上來畫 上來畫 這就是推嘛 推一下 推一下看 好 好好玩喔 好爛喔 要不要拿紙 在後邊 爛死了 OK 好 在這個 這樣 沒霧了 可以哪條線 好 先把他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 喔 你真的 真的 對 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 兩把 兩把 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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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這是放大鏡 放大鏡 你看它變 這個像是別的像大的 所以當我把這個放大鏡靠近 在一對焦距裡面 我就可以像放大的樣子 就這個概念 而且放大鏡在鏡子的後面喔 對不對 我從這邊看東西 看這個物體 我從這邊看這個物體 我感覺到他們的大小是這麼大 知道被我放大了 所以 禿頭鏡可以放大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而且放大 放在哪邊可以放大 我放這麼遠 我的手會放大 不行喔 是要放這麼近才可以放大 要在一倍焦距裡面才可以放大 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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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然後 再問一個問題 是 是比較靠近這邊放的越大 還是比較靠近這邊放的越大 比較靠近鏡子放的越大 還是比較靠近焦點放的越大 比較靠近啊 靠近哪一個 跟你兩個選擇 比較靠近哪一個 比較靠近鏡子放的 我們試試看喔 好 現在有個中間 鏡子 完了 我已經發現 發現什麼 靠近這個越大 靠近哪一個 鏡子 靠近這個越大嗎 我剛剛不是在這裡 你剛剛是看到什麼 來 鏡子在這裡喔 奇怪 剛剛沒重複了 過來 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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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在這裡怎麼那麼變大 再換一個 比較靠近焦點 是你跟著我 不是 講錯了 是你跟我說要相信 閉嘴啦 好 閉嘴 我們現在換一個靠近焦點的 你的條線已經畫了好幾條線都看不清楚了 換一條線怎麼樣 看不倒的 為什麼真的一直焦點啊 我假設了嘛 是不是會在混後面的傾向 對 是不是放大飛的越更大 所以你要讓它一定放大 你要把它拿到距離會比較靠近焦點 會比較好 越靠近焦點會越放越大 焦點呢 焦點呢 是啊 焦點就簡單 設置方法就拿去照太陽光 看哪一個點最亮 那個點就焦點 然後就會最亮 也就會最大 對 那是焦點 那你把板塊 我把一個固體放在這邊 我從這邊看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它比較大 可是呢 你看喔 仔細看 好 好 這個 有沒有看到那隻被放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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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有啦 有被放大 看不到啦 所以剛好在一倍焦點 不行 一倍焦點 看不到 對 要在一倍焦點 這樣看不到嗎 看到 看到 對 因為很小 你們可以等一下自己試一下 你知道移動移動 移動到某個地方就開始看不清楚了 我看不到 移動到某個地方看不清楚 那個點是焦點 傳一下 大家朋友試一下 你開始往外移 移到某個點上 因為看不清楚的時候 那個就是焦點 那個焦距的位置 好帥喔 OK 好了 那我的問題 我如果越遠的物體 會在哪個成像 越遠的物體會在哪個成像 越遠的物體會在哪個成像 會 鏡子後面 哪裡 鏡子後面 鏡子的另外一邊 會在哪個成像 會靠近哪裡 越遠 越遠會越靠近哪裡 靠近鏡子 越遠會越 越靠近焦點 越遠會越靠近焦點 非常好 越遠會越靠近焦點 太陽眼 你講 看不到清那個點就是焦點 你往 太陽往外移嘛 因為來 來 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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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鄉位置是焦點啊 我們剛剛不是這樣解釋 說什麼 不要令他 這個問題是往外移 請問城鄉位置會靠近哪裡 焦點 會開始往焦點靠 我們剛剛不是這樣 會開始往焦點靠 會靠到這一點 當你是無限遠的時候 他就直接在這裡 大小呢 很小 大小是很小 去聽一聽 OK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要看後頭鏡 吐頭鏡看 我們要看後頭鏡 不要 聽不懂要隨時 彈停 我們就可以炸水吃一下 聽 聽得懂 比較重要 欸 然後你聽不懂 我想上廁所 那跟聽不懂沒關係啊 可惡 不準 需要的意義 鑽到田花板 所以可以 因為都就算是廁所 我們剛剛開始懷疑 是不是又練這個 腸瘤 腸瘤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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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瘤 所以 就是尿會有糖 尿是糖 因為他的生肌 沒有代謝血糖 所以血糖會跟著尿出來 這樣會甜甜的喔 會甜甜的喔 會甜 就這樣 尿是甜的 來大家試試看 就試一下每個 真的尿是甜的 關卡力很差 我明明是尿獅子 用中指舔 那你為什麼每個人用獅子 用獅子去舔 我進到房間 這不科學 這不科學 這你都很喜歡玩笑嗎 很喜歡玩笑 但是 醫生說 在觀察 我醫生 當個醫生 觀察力很重要 所以我們 要取悉 這個病人 所以我後來把病人的量 當作 你看 是甜的 這個醫生 真是太 太這個 要背 醫生要去舔 沒有意思喔 釣菜 那醫生是開玩笑 是跟實醫生開個小玩笑 有啊 勾劍還有呢 勾劍還吃過 當然不是真的啦 吃過大便 誰 勾劍吃過大便 勾劍 不是勾劍吧 是啊 二次校裡面有一個皇帝 他不是勾劍 那個皇帝 誰忘記了 勾劍 他是讓他媽媽生病嘛 勾劍吃過大便 勾劍吃過大便 他吃膽 勾劍是握心腸膽 有啦 他因為握心腸膽 然後還幫那個什麼鳥皇帝吃大便 有啦 郭劍真的有啦 有啊 然後他就 嗯...你有病 他就說你的片面有點酸酸的 所以有多酸就快好了嗎 那時候我看一個 那個什麼鳥皇帝的版本 他就 他就看郭劍來吃大便 要不說又苦又酸 就覺得快好 停啊 下課啦 都給他一個